陰光大師 我們先介紹陰光大師 學人對陰光大師非常驚訝 我在1988年 我在士林分級當組長的時候 我到素食餐廳去吃素 在餐廳的金架上戳出了第一本書 正好是陰光大師文操進化論 是人家看過的 再拿去那邊流通 這一本善書 陰光大師文操進化論 我到現在都保存下來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陰光大師 第一點 我認為他是平凡的出身 不平凡的一生 在民國審氣及居室編的 陰光大師臉譜裡面 陰光大師他是公元1861年到1940年 他法民盛亮至陰光 北號常常愧身 所以我們看到陰光大師所書寫的末寶裡面 常寫這一句 常愧愧身 他後來致號繼盧行者 他也非常的敬仰慧能大師 盧行者是指盧慧能居室 就是六子大師 六子大師 因為慧能大師的這個俗家的父親 叫盧行濤 那麼陰光法師呢 他俗姓趙明丹櫃 他是陝西河陽縣人 他們兄弟有三個人 陰光大師是最年少的 他早年跟隨他的長兄協助 陰光大師非常的聰明 他成童就種秀才 但是在15歲那一年生了一場重病 那生病期間給他很大的一個醒悟 所以病好以後呢 他一心向佛 那21歲 21歲在陝西中南山舞台蓮花洞室出家 那麼陰光大師他有時候呢 也常常用古心來代替河陽 他事實上是在河陽縣東南 那為什麼他用古心呢 因為古心呢 是周文王的王輝呢 太世他是有心之女 所以陰光法師呢 也遵從周文王以及太世這種德行 所以他常常也會用古心來代替河陽 清光系十九年 陰光法師呢 在浙江普陀山法爾市長津樓 住了三十多年 那麼前年呢 我有到國內去參學呢 有到浙江普陀山 特地呢到法爾市去頂禮呢 印竺的他當時頂禮 頂禮 專制 潛修的官房 那麼陰光大師在法爾市頂禮的時候 他負責藏金樓 當時他在頂禮的時候呢 因為他的香音比較重 所以當時呢 他也沒有對外獎金 他純粹是有居士去跟他參訪 有問題請示他用書信往返 然後他再用書信答覆 求法這些居士 所以我們在印竺大師文超裡面 都看到印竺法師賦什麼什麼記事書 就是用書信來往返 那麼在民國初聯的時候呢 上海有兩位大居士高厚蓮 還有徐衛魯等居士呢 他們到浦頭山 以印竺法師會晤 然後把他的這個論文 以及書信呢 在上海佛寫重報發表 並且印刑出版 那麼陰光大師文章發表以後呢 社會各界身為親近 才知道有這麼一位 別號常慚愧生的高僧呢 在浦頭山的法爾市 後來呢 錫衛魯基士又蒐集了法師的信函 文稿出版 印光法師文超 印光大師文超 印光大師文超的不僅佛理深邃 而且文齒典雅 條理清晰深入潛失 為人們爭相傳送 那麼陽目印光大師呢 那麼陽目印光大師呢 越來越多 那麼印光大師文超呢 後來就開始流通了 晚年印竺在上海創辦佛教流通處 紅化獸 印淨土中的佛書呢 大概有淨百種 那其中印了凡世信 太上感音篇 還有安世前書 這些善書呢 大概印三百萬冊 後來在1930年呢 法師離開普陀山到蘇州報國寺閉關 1937年呢 法師移跡到無限的零元三世 那麼堅念妙真和尚 遵從大師指示呢 將零元三世改建為十方專修淨土道場 再過兩年 印光法師文超序篇呢 就印刑出版 那麼沈希吉基士呢 在印光法師臉譜裡面呢 他讚嘆呢 印光法師對中國近代佛教的極大貢獻 在哪裡呢 在這三大部的文超 所以梁啟超基士呢 他也看了印光大師的文超 梁啟超居士呢 他怎麼稱頌印光大師呢 他說印光大師文治三昧 真真今日群芒之言也呀 可見呢 這位民國 梁啟超大居士呢 他對印光大師文超呢 他非常的尊敬跟讚嘆 那麼再來第三點 那麼再來第三點 印竹呢 他不攀臉 當時印竹的奏相呢 大概 郭一一的弟子呢 郭一一的弟子不下十萬人 但是印光大師呢 他一生 不認寺廟住址 他不說剃度的徒弟 他不目間化圓 他不傳見 不講經 一心念佛 除了打佛氣以外 一概 不應酬 不應酬 不應酬一切佛事 那麼第四點 印光大師修苦行 他生活非常的簡樸 連結 惜福 而且呢 他都是自己親自做事 不枷鎖他人 過著苦行生的生活 他自己住的地方呢 自己打掃 衣服自己洗 一直到八十歲臨終 還是維持這樣的一個習慣 他住在上海太平市的時候 有一天呢 觀炯之居室 要去拜訪他 樓上樓下都找不到 最後在太平市的天井旁邊 看到印光大師在洗衣服 以印竹當時的德行 跟這一個大家對他的景仰 他不假索他人來做這個事情 還是自己親自洗衣服 那麼觀濟室呢 他在山中某室打佛妻呢 要請印竹開室 就派人呢 抬轎子去接 就跑了一大半的路 印竹堅持不上教 那麼在蘇州報國室呢 曾達和尚請他到林彥山去看看 也準備了轎子 印竹也是堅決的不做 他從山下到山上 完全是駐葬步行 這是你看印竹這種修這種苦行 然後他在吃早粥的時候 每天早晨他都吃十白粥一大碗 沒有菜 因為在印光大師文操裡面 印竹也有說 自飲出自葡萄 城市有鹹菜 因別方吃不習慣 故改為十白粥已三十一年 十字晚進 注入開水引進 五十換一碗 大眾菜一碗 這是印光大師文操他的生活 就這麼簡單 他看到有人 如果換菜沒有吃完 或裡面還有剩飯粒 印竹都會大聲呵斥說 如有多大福氣 竟如此糟蹋 叫人家洗腹 所以我每次看到 印光大師文操講到這一段 我現在自己吃東西 都一定要把它吃得乾乾淨淨 學習印光大師的這個洗腹 第五個不搞派頭 因光法師反對搞個人崇拜迷信 有很多遠方來的皈依弟子 想到蘇州零人三世來見一面 這包括我們李秉楠老師 他也是從山東去見 他當時李老師在當山東極限的典議長 他也是去見印光祖師 你在印光大師文操裡面有單獨一封信 是印光大師寫給李秉楠老師的 那當時第二次的時候 李秉楠老師都帶了一些連流 一些佛弟子 到那邊要去見印光大師 也是被印光大師說 以後你就不要再帶人來了 印光大師說 他再三的告訴弟子說 要認真閱讀文操 遵照肉食去實行 見不見面都一樣 不要浪費理會時間 這個很值得我們現在邂逅的連流學習 你看老和尚如果到哪裡 到台南極力士 老和尚如果在香港 老和尚如果到英國到日本 大家追逐了 希望能夠目睹老和尚的一面 這個站在孝親尊書 都無口後悔 人之常情 但是如果你按照印竹這樣的開示 你只要認真地落實去實行印光大師文操 那你就見到印光大師了 如果你不老實真幹 聽話 那縱使你天天見到印光大師 天天見到金光老法師 那又怎麼樣呢 第六點 結不住壽 有些人現在都會 喜歡做住壽的活動 可是印竹不願意 在1939年 1940年 也是在印竹往生前一年 國一弟子計畫為印竹慶厚八十大壽 大師知道以後堅決反對 說了重話 光一生不以流鼠同祈禱 什麼八十不八十 有為光源祝壽者 光不但不領情 其身無痛絕 以為大陸 其物以此為光源 若對光源祝壽者 視光為流鼠以 這講得很重 印竹大師說 我一生啊 我都不跟人家 一般世俗的同祈禱 去流行 什麼八十不八十的 你們跟我祝壽 我就是不領情 而且我還身無痛絕 認為這是起始大路 所以如果你們要給我祝壽 那你們就是 把我當成是一般的流鼠 就跟社會人士沒有什麼兩樣的 那印竹又說了 為陽明而出伴壽 為練才而伴壽 我應光皆可此 你接受弟子的祝壽 要不要說共養啊 印竹大師說不行 我寧願受斬頭之行 不願問祝壽之名 他寧可被斬頭之名 也不會被人家祝壽 所以大師晚年 羞恥功夫一生 對事情洞察更為唾唾 故觀點鮮明 態度堅決 延遲激烈 簡明惡藥 以至如火存清的境界 第七 重視因果 作化生息 1940年 民國29年 農曆11月4號 陰光法師 在0034年 延遲 那麼天亮 集體的時候 他知道自己的誓言已經 即將要結束了 所以 一樣的跟平常一樣 灌洗 刷牙洗臉 他沒有病 陰光大師沒有病 他早上起來 他一樣機器洗臉刷牙 他一致十字 關洗完了以後 家夫端座 盤腿端座 講一句法語 念佛見佛 決定生息 大聲念佛 沒有多久 又說了 蒙阿彌陀佛接引 我去了 四受八十 生辣六十 因為他是21歲出家 所以生辣是六十 生辣就是出家人 他的出家的這個 時間有多久 叫生辣 所以在 生團裡面 不是看你連長 或是連幼 看你受 三壇大罪 記足罪 你三壇大罪 說完以後 看你的生辣是多久 你生辣越高 你坐的位置在前面 你縱使年紀很大 可是你生辣非常的淺 你要坐在後面去 所以生辣如果超過五十的 都被稱為長老 那麼 百日圖壁 火化以後 撿得 五色色粒 色粒 一百多顆 金銀剔透 光芒四色 還有大小色粒花 以及血色粒 一共一千一粒 有一千多顆 特別的珍貴 是什麼呢 非常稀有難逢 螢光大師的頭頂骨 淚成五瓣蓮花 這了不起 五瓣蓮花 一花開五瓣蓮 結果祝然成 達摩祖書說 一花開五瓣 結果祝然成 禪宗傳到第六祖 就沒有再傳了 五瓣蓮花 所以我們說五方佛 也都是這個五代表五方佛 五瓣蓮花 而且最難得是此前不休 他是三十二顆牙齒 一般人你注意看 他能三十顆就不錯了 這三十二顆 為事稀有 最後他叮嚀役主 如要維持道場 弘揚淨土 不要誰大派頭 今之世論日吉 民不聊生 皆由不講因果報應 及家庭教育所住也 英光大師說 現在世界會這麼亂 民不聊生 都是因為大家不講因果報應 以及家庭教育所造成的 所以我在天津千和講堂講的 天下太平之根本即將要推出 裡面就引用 映光大師 所鑑定的天下太平之根本 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這裡面強調的就是 從小就必須要因果教育 要家庭教育 映竹說啊 家庭教育為治安之本 因果報應為自信之法 臨終了然無礙 所以當時就有人說 映光大師是大師菩薩再來的 因為曾經有兩位女眾 一位小菩薩跟著她的長輩 要到上海參加復國習哉法會 這間映光大師 她跟映光大師見面第一句話說 關於菩薩跟我講 說大師菩薩在上海 集辦復國習哉法會 她說大師你就是大師菩薩再來的 當場被映光大師制止 不要說了 後來奉為淨土中第十三代祖師 所以我們這次講的這個 暗示前師的這個講座 我們的片頭也做出來了 非常的好 我很感動 看得很感動 總共是1分13秒 一開始就是映光大師的 因果教育的開始 到整個結束 孔子的髮像 還有這一個 周安士菩薩的髮像 都在這一個片頭裡面 這三寶加持 映光大師加持 以上我們就介紹 這一個映光大師